我已經養了這個東西養了十年了 但我想放生它 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養它了 那怎麼辦 你告訴我答案 告訴我答案就好 就是違法 林黛化提倡個人隨機放生 引爆全國嘩然 前環保署長魏國燕譏諷 立委的法治教育不能等 質疑學佛的林黛化 把氣養說成放生 侮辱佛教徒 非但要強制的來 遏制這樣子 氣養的一個行為 那增加更多的四主責任 那放生這樣子的一個 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自己拉屎 要叫別人擦屁股 這樣會養成民眾不負責任的行為 同黨同志也不能認同 林黛化的放生說 生態學者更發起連署 反對林黛化惡搞野保法 超過一萬五千人響應 經典腔調搭配囂張言論 網友對林黛化道歉毫不領清 負評灌爆林黛化臉書 呼籲選民放生它 還要林黛化撤下 選高雄市長的返布廣告 因為已經拜拜了 很難 有時候內外要怎麼去搭配 我想這要看他平常的一些風格 像日子上結論 特別是用一個 這樣措辭強烈的文字當中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不像的 如果應對官員的態度 變成拒傲 或是變成傲慢的話 會被解讀為傲慢的話 我覺得其實 反而是傷害的 現在是要對抗你 我已經不是說我們在討論嗎 你在對抗你 協商直播讓林黛化的暴走言論曝光 對抗你講三次 也讓選民疑惑 難道國會孫燕姿過去的小清新 只是誤會一場 記者董佑郡燒芋米SNG小組 台北報導 暴走